秦汉防匈奴居然要靠中余术 凶汉勇猛的匈奴人真的害怕汉人重数吗 自秦始皇修筑长处之后 历代的皇帝们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虽然长城仅仅能够拦住草原民族一时 更多起到的是预警作用 漫长的防线之中 只要有一点被匈奴突破 那么匈奴便可以长驱直入 古代的草原民族 皆以擅长骑兵作斩而闻名于天下 匈奴作为最早的一支 严重威胁到中原王朝的草原民族 自然也不例外 骑兵乃是冷兵器时代的最强兵种 只要面前一马平川 一支精良的骑兵部队 便可在古代天下无敌 在古代能够有把握正面击败一支骑兵的部队 也只有另一支骑兵 想让自身缺少骑兵 且没有奸程要塞可攻固守 则不可与敌方的骑兵交锋 若非不是草原民族 如此擅长骑兵战术 秦朝也不必独独 在北方修建一个万里长城 汉出白登山之战中 汉朝便持了凶奴骑兵战法的亏 对此自然是既有心 此后汉王朝不得不履履 以和亲为手段拉拢凶奴 直到汉武帝时期 当然 聪明的国人很快便发现 在外民族骑兵战法的破绽 那便是较为依赖于平坦地形 纵使凶奴骑兵在飙汉 也不敢轻易纵马冲入山岭之间 在有长城作为前沿防线的基础下 在边疆大众数目 便是防备凶奴骑兵 大举南下的一个绝佳手段 相比于秦始皇耗尽天下民力修建的长城 种植于树林所需消耗的成本 则几乎可以忽乐不计 看来植树造林不仅仅能够防风伤 还可以防外敌 人人都只听说过植物大展僵尸 但又有谁听说过于树大展匈奴呢 于是乎 越到后来 匈奴骑兵南下之时 往往都会正面遇到密集的于树林 因此常常不得不选择绕路而行 连连绕路 终究是无法继续横冲直撞 敌决越长绕路 中原王朝便可以越快组织好防御 最终御敌于国门之外 而不至于任由匈奴人在中原烧杀抢龙 扰乱天下 榆树一身都是宝 还是匈奴人的大可兴 果然在边疆种树的时候 为何别的树不住 偏偏要选择种植榆树呢 这首先是因为榆树的生长能力强 能够适应北方的苦寒之地 生长周期也极快 心目转眼便成林 这使得大规模使用榆树进行植树造林 在古代也是一件可以半道的事情 汉树之中便有类似围城 树与围塞的记载 古代最为出名的榆树林 则是卫青建造的广常林 仅仅在卫青争匈奴的过程之中种植 便很快成林了 其次 还有一点较为关键 那就是榆树是枝叶较为密集的树木 树杀极地 不似白杨树那般挺拔傲力 甚至一些根系发达的榆树的根部 还会突出地表 如此乱木交错的环境 更适合步兵埋伏 骑兵就算想强行突破树林 也要冒着很大的风险 骑兵丧失了速度 也便如虎弃牙 不足为倔了 这便使得榆树林比起其他的树林来 更适合用于抵御骑兵 久而久之 榆树也便常常在古代边塞师之中出没 古师之中旧渔官断阴险的诗词 这里的渔官便长指北方边关 有时候也会被称之为渔塞 而这个两个称呼 也并不专指代哪个具体的编程 历代皆有所不同 古人只是将当时最为重要的边关 称为渔官 乃至于后来 在明清时期 就连山海关也被称为渔官 古代边疆将士最协的术士渔树 这究竟是个什么原因呢 除了渔树可以用于 防御游牧民族骑兵的军事用途外 渔树的其他用处 也更为人所称道 首先 渔墓也是一种利用价值丰厚的树木 古代人制作弓箭 多采用丧鱼之木 木制军械也多使用鱼木制造 边疆多鱼术 士族皆能就地取材 木材在古代也是较为重要的军事资源 鱼术林的存在能够很大程度上 解决这一关键问题 除了将鱼术用于制造工具之外 鱼术的使用与要用价值 则更被人们所看中 鱼术也有鱼钱的美称 意思是说其也可食用也可要用 对于军队来说 混合面粉便可以作为日常军粮 往往被叫做鱼 可以冲击的同时 也方便携带 本草纲木之中 甚至有三月做更 五月酿酒的说法 可见鱼术叶的使用方式也是很广泛的 鱼术叶也可作为救济所需要的药材 除了术叶之外 鱼术的树皮也具有药用价值 鱼术叶与鱼术皮的作用 恰恰是用于止血清热的效果最佳 正适合被军队所使用 此外鱼术叶的枝叶 则还可以用于治疗牛皮旋等皮肤病 在过去民间 常有一句老话叫鱼术全身都是宝 其中所说明的道理便是如此 由此可见 古人的智慧不可小视 在那个经济生产力 尚且并不足够发达的年代 祖先便能够穷尽智慧 将天地间的万物物尽其用了